记者吴仁杰新北报道,一名女子化名小薇在网络PO上清凉照,标榜绝不要你家驾懒客,树林警分局警员上门,发现三名印尼籍女子全是逃逸外劳,但小薇本尊素言时却与照片判若两人,警方在场更寄出毒品,怀疑幕后集团以毒品控制逃逸移工, 初将三名印尼籍女子交由移民署遣返,续追幕后集团放行警方调查,32岁印尼籍女子苏纳,殷疑,在网络论坛化名小薇,PO上穿住清凉内衣,36一报乳上为照片,还表谤绝不要您家驾,与另一名姐妹,32岁品来,殷疑,一同以每小时支收2300元低价懒客, 吸引不少冲铸外籍英照女的男客上门,树林警方接获情资,乔装寻方客到约定的银窟,苏纳要上宫时,警员表明身份,苏纳吓得躲到另一房间躲藏,警员破门发现三女,贺奸都是印尼籍逃逸外劳,还在房内起出二包氨非他命,吸食器,苏纳, 聘来承认卖淫,吸毒,23岁珊妮,因已,致使来投靠养人,警方将诉纳,聘来依违反毒品条例,妨害封化罪嫌疑送新北的减真案,逃逸外劳部分一入出国及移民法送交新北专勤对遣返,警方也溯源追查幕后集团, 是否以毒品控制逃逸外劳,涉及人口贩运等情势